所以每分球都斤斤计较的在算计 如果马林这场球要输了 那有可能我们整个的要打到2比2 有可能打到2比2 那刘国正的担子就共挣了 1比1 刚才球插边 不要怕和这个山本楼打回合 打回合是他的特点 但是有的时候打几个回合 再来自己打自己的快速的特点 因为上面说我们跑动扎也不行 因为他的个子比较大 步伐移动比较慢 这个球打得都非常的精彩 而且呢 两个人的线路啊 判断的都非常明确 现在沙姆索诺夫反手发球 现在沙姆索诺夫加转长球啊 想使用第三局的战术 波使这个马林的调动位置 刚才可惜没有出张球台 刚才我们介绍了马林和萨姆索诺夫呢 是马林6胜 萨姆索诺夫8胜 也就是说胜负差不多 所以这个关键取决于马林的发挥 因为萨姆索诺夫呢 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形象 他的发挥呢 一般的很少失常 这个球马林是切长 很用力 所以球比较转 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啊 出一些主动 出击一些长球并不吃亏 因为现在防御弧拳球的能力都很强了 就刚才就像沙姆索诺夫对马林的 沙姆索诺夫对马林一样 犹豫的打长球 这样做好准备防御弹 调动他的位置 这都是可以的 3比6 刚才赛福啊 对刘国梁就是采取这种办法 压反掉右 萨姆索诺夫对马林也是这种办法 就是要送正手 因为你不送正手的话 他侧身以后这个威胁非常大 送正手呢 是一种牵制 又给正手了 形成对拉 马林的球啊 比较贼 所以贼呢就是他这球出来以后呢 他这个比较刁钻 有时球那个有点拱啊或者拐 所以不太好防 7比4 好的 这也是一个假动作 正手晃 正手晃接 现在比较提倡用正手来接发球 主要目的呢就是 一侧身用正手一接 给人的感觉就是要攻 所以防的人呢就受到一种抑制 5比7 球打得不错 因为意识都对 这个难度很大 拉斜线 对方拉斜线 你侧身拉直线 这个线路比较短 漂亮 你看这种球的力量非常大 击发球强了 非常大 这种技术 赛萌好像看到很少了 过去在60年代的时候 60年代 这种技术呢用的比较多 现在发球 漂亮 还有回了一个 同样的回 用发球 接发球抢了 这球马林呢 搓球都是搓得比较长 就是白短切长 这切长的时候呢 对方的侧身呢 就必须往侧的同时 还要往后侧 这就是主动搓长 准备防你了 所以对方反而来不及了 三本师洛夫用同样的办法来对付了马林 7比9 拉起来 反手非常强 对 反手回家 举高零下 打的线路都非常强 你站不住位置 8比9 单的来讲呢 说不要出台 不要长 长了对方容易拉 实际上你真的要是长到位的话 非常长 接近对方的端线 他也是很难拉 尤其是侧身位 长球呢 向侧侧还得向后侧 10比8 这样马林在第四局的比赛里边 就以11比8取得了胜利 我们继续介绍双方决胜局的比赛马林发球 哇 萨姆索诺夫这个角度封得非常好 德西 把球包住了 给送过来 所以高水平的选手啊 往往呢 他在打球的时候 给人感觉呢 很巧 就是对这个乒乓球的内在规律 已经掌握得非常深 你一抬手 他大概知道是哪条线路 应该怎么去接 怎么合理的接 形成对拉 萨姆索诺夫对拉还没赢过 我看 他老感觉来不及 稍微角度大一点呢 他老来不及 所以双方球呢 快是最重要的 你说你很难看他正手跑动拉 没有 几乎没有 现在1比2 跑的 大家看马林这个球就是突然节奏的变化 所以乒乓球的快 一快动作比别人快 就会造成对方呢 就会感觉来不及 就有一种压迫感 所以快是第一位的 准 然后是狠 然后是变 然后是转 快准 狠变 转 这是中国平方球总结出来的五大要素 这个球呢 现在排名也很高 还有 佩尔森呢 都很保持着很好的水平 刚才切了一个 这是中国队的独特的技术 反手切 很形象 就像拿刀切一样 这样呢 突然的向前用力 不是而是向侧用力 所以起到了一个简历的效果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1 马林的形势非常好 现在 马林要赢了中国 赢 胜数就 就比较大了 如果马林输了 有可能看第五局了 看第五场了 1比5 他没想到拉那么慢 所以和节奏合不上了 马林 如果他速度快点 马林要反拉 2比5 球不能打极了 还要慢慢的打 马林的特点就是慢慢打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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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短 挑起来 切一板 侧身抢拉 这是个非正规的切法 带点半弹 半推 还是有点在中路呢 有点抹的动作 所以出来球呢 是隐蔽性很强 往往这个越是超一流水平的选手 越能打出一些非正规的球 现在6比3 萨姆索诺夫现在把比分 追到了4比6 现在还差两分 这是双方的决胜局第五局 这场比赛之后的下面是 瓦尔德内尔队王立琴 还有波尔队刘国正 4比6 直线 漂亮 再来 这是看起来啊 萨姆索诺夫势在必得的球 但是马林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经常能够出人意料的得分 这也是马林的一种特点 因为他有的时候在非常困难的球 往往马林能够把这个球打得很好 这是他的独到之处 4比7 犯法球8比4 8比分又拉到了4分 好的 马林非常聪明 他一看这个球很高 他马上用纸板换成大刀 把这个球连拍带砍 打了出去 现在马林和萨姆索诺夫的比赛接近尾声 9比4 半高抛发球 纸板横拉出界 漂亮 6比9 白短 撇长 这是个运气 在此前呢 萨姆索诺夫也有两个掐边 是吧 其中一个是打到了侧步 所以这个呢 在运动员来讲都是公平的 现在10比6 好的 冲值线 难度很大 这样的马林就以3比2战胜了白俄罗斯的选手萨姆索诺夫 那中国队的大分现在就以2比1暂时领先 他就是说作为他来说应该是非常优秀的运动员吧 就是说从他的技术水平一直保持得非常好 而且尤其在比赛当中这种比赛的经验啊 这种战术的运用啊 都非常出色我想会认真准备上比赛吧 I hope it's 50 50 but we will see tomorrow as i say he's maybe favorite to win the match but i like to play against team so we will see 今后将刻苦的训练争取像瓦尔德内尔一样成为人们爱戴的运动员 这个蔡萌啊 我最近碰到一个球迷啊叫胡东凯 他跟我谈了一个问题 他原来很崇拜这个瓦尔德内尔 他说现在舆论都说他是长青树 那么他现在实际上呢 他赢球已经不多了 说还能不能叫他长青树 他的理解就是我是长青树 不是说明我能参加比赛 我参加比赛还能赢球才叫长青 是不是 现在呢瓦尔德内尔虽然排名在第十位左右吧 但是他在现在球赢球的机会不大了 高水平当中 所以在舆论界是不是还能叫他长青树啊 我想胡东凯这个球迷肯定在看球 不知道今天瓦尔德内尔可能不会失望吧 但是就瓦尔德内尔来讲呢 作为年龄现在目前在场上最大的运动员 能够呢在世界进入前十名 这个已经非常难得 说在外面的评价呀 这场球抽完签以后呢 感觉是没什么悬念 说王立琴呢 优势 不但优势还优势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但是瓦尔德内尔还是看他变化的如何吧 他起码应该把王立琴打蒙掉才行 是吧 那么抓住王立琴变化不多的这么一个特点 如果跟王立琴呢就这种前三板过渡起来打的话 那瓦尔德内尔是没有优势 必须在前三板要见分晓 另外像瓦尔德内尔呢 因为他现在社会活动比较多 所以练球的机会呢相对比较少 而且他也是一个高尔夫球呆 据说高尔夫球打得也非常好 现在场上比分是2比7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2 9比2 现在有一名女观众 高喊老瓦 然后大家应声说加油 看来瓦尔德内尔确实在中国的影响力 还是非常大的 现在场上比分10比4 这样第一地的比赛11比4结束了 现在1比0 乒乓球要求这个熟练性是非常高的 因为他不像其他的有些运动 他可以思考好了以后再去做 他基本是下意识的 啪啪啪啪 来不得容不得思考 所以完全看你对球的感觉 而这种感觉呢就靠练球来体现 显然瓦尔德内尔的球也不太熟 可能练球估计练的不是很系统 对啊 也不能轻视他 因为像是海南打过世界杯 打过比赛的时候 他对马林0比2落后 马上追到2比2 第五局的时候打的也是 他这个经验还是有 就打11分 打11分的时候 很容易打懵掉 尤其是王立琴 这个情况 实力性运动员变化不足 变化不够的 现在2比4 漂亮 这几球打得很聪明 3比4 王立琴呢 被认为是实力派的运动员代表 很多人讲 包括这个 这个原来 一直在这个 荷兰队当教练的这个杨建华介绍 他说 很多欧洲的选手反映说 如果王立琴打出来的话 谁都没法和他交手 就说明他这个实力呢 是非常强的 力量比较大 7比3 这是第二局 白短 侧身抢了 4比7 马尔德里尔发球 现在场上比分 7比5 5比5 哦 那这个球接的很漂亮 嗯 还是采取了这个母 还用那个球板啊 和球的角度在打球 嗯 这是高水平的控制能力 但是现在相比之下 前三板的处理不错 但是后面的跟进 失误比较多 7比8 现在娃尔德尼发球 擦边 运气球 9比7 这球娃尔德尼判断失误 10比7 漂亮 大角度 现在王立芹在第二局的比赛里 就以11比7取得了胜利 今天中国出场的是孔令辉 刘国良 马林 王立芹和刘国正 国际明星联队出场的是金泽珠 赛福 萨姆索诺夫 瓦尔德内尔和波尔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第四场前三场 现在中国队是2比1 暂时领先 孔令辉胜了金泽珠 赛福胜了刘国良 马林 胜了萨姆索诺夫 现在是瓦尔德内尔和王立芹 前两局王立芹2比0领先 现在进行第三局的比赛 现在双方打成了1比1 漂亮 马尔德内尔好像在渐入佳境 擦网 但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国际级裁判 腾守刚 副裁判是国家级裁判陈汉林 四比 发球以后 瓦尔德内尔没有抢空 没有机会 你看他正手什么用 使用比较高的发力和来回 漂亮 这个揭发球是瓦尔德内尔 非常独特的揭发球方法 他往往伴随着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呢 剁一下脚 漂亮 再来 他全打技巧 所有的球打技巧 果然瓦尔德内尔在第三局比赛里边 这个有了一些出色的发挥 现在是四分优势领先 王立琴发球 擦网从发 这球打狂了 所以前面控制都特别好 所以这个球就感觉自己随身所欲了 打球 结果这个球就这么打掉了 按道理来讲不应该这么打 这个球太冒险了 现在九比四 我看你 我看你 拆网从发 高调 弧旋拉起来 反拉 那王立琴这球难度很大 现在九比五 五比九 王立琴落合四分 现在瓦尔德内尔是九比六 领先三分 现在瓦尔德内尔领先三分 但是前两局 他是先输两局 王立琴把比分缩小到了两分差距 关键看瓦尔德内尔这两个发球 他有两个发球权 短的 侧身抢拉 抱着拉一个侧选 直线拐弯球 这高水平 你看他打球是一种享受 没错 是一种享受 但是 锐起是比以前差的 另外他的发球也很有特点 他往往发球的时候 似乎好像向前用力 给人感觉是个长球的感觉 但实际球出击是短的 这样王立琴就被闪了一下 这样现在王立琴发球 短的 马尔德内尔以11比8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蔡萌很多人要求 我们也想这样 就是为了纪念这次比赛 我们准备出DVD DVD袋子 我们想尽快回去把它做好 准备投放市场 因为这次新的规则之前的高水平的最后一次比赛 这种比赛呢 我们想还是搞一下 现在马上有人来联系 要进行成办 所以我们在考虑 有一些运动员我们要进行淘汰了 有一些运动员我们进行征补一下 所以我们大家要熟悉一下更多的一些运动员 包括欧洲的中国的 比方说卡尔 那波尔我们就很不熟悉 所以他是现在欧洲最好的运动员 他现在这个在欧洲的战绩 要比瓦尔德内尔要好多了 欧洲冠军 欧洲准央赛的冠军 现在二比瓦尔德内尔发球 漂亮 王丽琴也有这个特点 跟萨姆索诺夫一样 属于技术非常全面 你攻也可 我攻也可 所以当别人攻他的时候 他的房子也很好 二比二 相持起来以后 显然瓦尔德内变得比较弱 显着弱一些 三边 连得四分 谁知道要瓦尔德内尔这种打的话 让王丽琴进攻 他防 这肯定是不行吧 对 所以瓦尔德内尔呢 当他赢球的时候 大家注意 就是发球 首先发球突出 然后呢就抢拉抢攻 最后呢就感觉到变化很多 打着对方呢 有点不知所措 这个时候他就到了最佳状态 刚才是偷袭直线 现在场上比分是五比三 这个女球员老是给瓦尔德内尔加油 瓦尔德内尔在中国影响是很大的 他应该说是和孔零辉 刘国梁他们的影响齐鸣 现在有算超过他们 是的 商业价值上瓦尔德内尔很厉害 所以我听说现在他在中国搞活动的时候 首先要跟别人讲 说你们觉得 我这个这个一在一个公众场合亮相的时候 我的掌声是不是应该最多 自己都知道他的掌声多 刚才我看介绍的时候 他的掌声可能也是最热烈的 所以他要价越来越高吗 王丽琴的反手啊 这个防守是个弱点 因为他个人比较大 他人容易退后半步以后呢 老用高点来防守 这是他们 这水平高最大人 太过瘾了 看他的球 他打球呢 感觉到呢 这样打球呢 长青树 长青树 不过对他的长青树啊 蔡春华教练也有看法 待会我们再介绍 现在场上比分6比6 在这个新发布会上呢 有人问蔡春华教练说 为什么我们不培养几个长青树 您能不能培养出像瓦尔德内尔这样的长青树 后来蔡志导呢 当时想了一想就说 说 这么说吧 如果要在中国 瓦尔德内尔早就不存在了 因为竞争太激烈了 所以因为呢 在欧洲那个环境 瓦尔德内尔可以存在 当然他也说 瓦尔德内尔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员 但是说呢 在中国如果一个运动员 在两年 不能够连续赢球的话 他就被淘汰了 现在场上比分8比6 今天瓦尔德内尔的反手弹击没有获得成功 打得不错 应该是后两局打得都不错 就是前面差一点 现在6比8 第一局第二局打得不错 好的 7比8 对了 现在在相持五板以后 瓦尔德内尔几乎没有得分 都是王立琴在得分 这说明在相持能力上 王立琴呢 是明显高一筹 瓦尔德内尔在前三板的变化上 要好一些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8 这个球揭发球揭得非常漂亮 这个侧身似乎要攻 但是他就像许志老说的 利用球派的倾斜度 看准了以后向前一推 实际相当于纸板的这种推下拳 这个球呢非常长 而且向前有一定的力量 现在9平 再来 再来 助理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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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边 哇 太关键的球插边 我两个人打得都很好 这球每一般质量都非常高 结果那个插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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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瓦尔德尼发球11比10 踩短 加油 王立芹这球打得也非常的果断 非常的大胆 超一龄的选手就是要有超一流的心理素质 超一流的技术水平 王立芹在逐渐成熟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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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瓦尔德尼尔接发球判断错误 他可能觉得这个球 比较转 所以他 比较倾斜球拍 结果出界了 11比12 测身抢了 这样比赛结束了 瓦尔德尼尔 以11比13输给王立芹 这样王立芹就以3比1 战胜了瓦尔德尼尔 那么中国队呢 实际上已经取得了胜利是以3比1 现在已经取得胜利 但是由于今天的机会太难得了 是55的对抗赛 所以那么最后一场比赛呢 就是来自湖北籍的选手刘国正 将迎战目前的欧洲冠军波尔 所以各方面了解比较少 可能打的时候刚上来 不像以前对一些对手 了解的比较更深测一点 所以战术运用的比较好 可能刚上来主要也是试探上打一下 然后到后面二三局以后改变战术 这会很有趣 而我对我来说很感兴趣 如果是2-2 我认为我有好处 我已经准备了 今天的刘国正是最后一个出场 他对波尔 虽然中国队已经3比1 已经取得了胜利 但是这场比赛仍然可以看到 中国选手刘国正和欧洲新科状元波尔的 这种交锋 反映了同年龄的欧亚的对抗情况 中心名传入入母国正和欧洲新科状元波尔的 这种交锋 是很少的 更多比赛 王智光 对 卡洛!卡洛! 刘郭正现在看来他是武汉人 但是他在武汉打球的机会很少 尤其是国际比赛 可能大的这项比赛 可能在武汉是第一次 希望他自己不会有什么压力 加油 现在比分5比5 现在尝尝比分7比6 现在尝尝比分7比7 大家看到波尔是左手横扬球板 他和刘郭正几乎是同年龄组的选手 这个反映了欧洲选手的成长 速度是非常快的 现在尝尝比分是8平 看起来波尔的技术上 就比欧洲的其他的老将要先进一些 速度也快了一些 待会就这个问题 我们请许少华教练给大家点评 现在9比9 速度也许少华教练 速度也许少华教练 就在第一局的比赛里边以12比10 战胜了波尔 但他总体上来讲是比较合理的打球 好 我们来看第二局比赛 第一局呢 现在刘郭正先胜一局 现在德国选手波尔是2比0领先 他是欧洲锦标赛的冠军 漂亮 现在尝尝比分是3比1或是领先 3比3 刘郭正呢 也是中国平方队里面力量最大的运动员之一 这个队员虽然个子不是很高 但是他身体非常强壮 爆发力很强 3比4 4比4 现在5比5 它就是说明我这个到两个网柱之间 说明我这个手的左手没有 抛出去以后再没有动作了 马上下了 就是机球到两个网柱之间的三角形里边 没有任何的物体 你这个胳膊一出来 等于就机球和三角形 这个两个机球点 两个网柱到机球点这三角形里边 没有任何东西 如果你胳膊在里头 那就说有折挡物 所以就要有折挡发球 那现在看来这样的发球难度不大了 因为波尔要这么做的话也能做到 也要他手也下来 现在场上比分是8比6 切发球出界 刘国正呢 他这个平时话不太多 但是这个运动员很有心计 训练比较刻苦 也比较听话 9比7 这样双方打成9平 刘国正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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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尔可能没怎么到中国来打球 所以我刚才他在 漂亮 你看波尔这个动作就非常快 对 昨天在北京机场我和波尔说 我说中国人不太了解你 只是认识瓦尔德的 萨曼斯洛夫赛夫 我说你通过这次比赛以后 你可能就了解你了 他说什么 他说是这样 因为他我到中国来打球比较少 因为他刚刚出来没有多久吗 嗯 因为他现在是当今在德国收入最高的运动员 这已经超过了罗斯科夫是吧 那也超过罗斯科夫 现在10比10 赛前我们很多人预测刘国正下风 那么现在看来两个水平应该说差不多 嗯 差不多 我记得尹肖教练也特别看好波尔 觉得他这个今后是中国队的最大的对手 现在11比10 这是一个快撮 现在一切都是要快 只有快了以后 对方才能感觉来不及 12比11 转眼间 比分就发生了变化 刚才是刘国正领先一分 现在波尔领先一分 11比12 好的 漂亮 刘国正这个是在 手法 步法没有到位的情况下 利用手法 把这个球拉上去 也表现了他的这个良好的控球能力 13比12 刘国正领先一分 这已经是几次一手领先 漂亮 又打成了13平 打成了13平 打成了13平 这样比赛结束了 波尔在第二局完全有机会取胜 因为他两次都是领先一分 结果没有把握住 现在波尔在第三局是2比0领先 比赛之后将举行短暂的颁奖仪式 而这球发的非常好 现在刘贵正发球 2比3 这场比赛呢 刘贵正对波尔这场比赛 正像许少娃教练介绍的 在预测的时候 大部分人认为 这场球呢 波尔可能会占一些优势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55开 确实波尔是一个非常年轻 和刘贵正是童年龄组的一名选手 他目前是欧洲的冠军 3比5 3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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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现在10比4 波尔在第三局呢 明显优势 5比10 这样波尔以11比5取得了胜利 希望我们的年轻运动员呢 这个如果看了今天的这个比赛 希望你们都很好学习一下 你看这个球 搓球非常好搓的 用角度 用球板和球的角度来搓球 它手上感觉非常 有一些 实际上可以看出 有些弯得哪的身影 就是揭发球 你看这个球也是非常好的 这球你看得很高 不好冲 什么原因呢 他用的角度比较大 比的米 现在场上比分三比 反向摩擦 好的 打球很积极 身体素质呢 非常好 身材也适中 这也是一个很少见的发球方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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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常证比分5比3 现在场上比分是5比3由波尔发球 高调弧弦拉起来连续拉 你看这球打的力量非常大 爆发力非常强 动作比较小比较快 而且波尔是由于他年轻 所以带有一种招气 好的 5比6 现在刘国正发球5比6 插网重发 刘国正那种球啊 可以说是比较实用 看起来不是很好看 但是呢球打的是非常实在 非常的实用 现在场上比分 我问过我问过这个谁啊 我问过这个南队的交演组长尹销啊 他跟我讲这个波尔的球啊 比谁难打 比沙姆周末难打 因为他变化多 为了比赛的公正呢 这次本次组委会特别邀请到了德国的雷纳列一 作为中裁还有智力的乌鲁地亚 我们中国的三点公司副总姚国志 他们三个人组成了中裁委员会 刚才马林内球如果发生争执 最后的权力就在中裁 现在场上比分8比7 8比8 好 好 上方战 加油 上方战 加油 上方战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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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场上比分是9比9 各位观众您收看的是卡普杯 中国国际中国明星 中国队对国际明星联队 这是目前为止最高的男子团体的比赛 第一场孔灵辉是战胜金泽珠 第二场赛福战胜刘国梁 第三场马林战胜萨姆索诺夫 第四场王立芹战胜瓦尔德内尔 这样中国队已经3比1取得胜利 现在进行的是第五场比赛 是欧洲冠军波尔和中国选手刘国正 现在刘国正2比1领先 在第四局是以10比9领先 如果刘国正再赢一个球的话 那么中国队将以4比1战胜国际明星队 因为这个球波尔说插网了 结果裁判判刘国正胜 结果刘国正把他更扔过来了 他这个球挡过来在飘 为什么呢 他挡着球的侧边 我又发现他好几个球都这么挡 就过来飘的 这就是瓦尔德那的风格 所以我们中国运动员这方面应该学习 用球的步 你看这球 漂亮 漂亮 这球刚才那球又这么一个球 那么随着规则的不断改进 中国队的优势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这还要等9月1号之后 深前无质党发球执行之后 将伴随着大球11分 深前无质党三个规则重要改变 那么这是世界格局会发生如何的变化 我们将在今后的这个国际比赛中 在转播中将拭目以待 2比1 刘国正的父母呢 就是在武汉工作 刘国正呢 从小也是出生在武汉 但是他青少年的时候呢 是少年时候呢 就到了汕头 乒乓球学校 他和马林都是一种情况 在汕头呢 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进入了国家队 这快带的漂亮 这快带多漂亮 这个 比尔打球呢 有一种生气 还有一种生机 打球很干净 干干净净 不拖泥带水 刘国正4比2离线 没有虚张声势的一种动作 不像罗斯科夫 吓人动作 2比4 你看这球 漂亮 连续两个这种拉球 这个节奏 两个快节奏 非常棒 我们也希望 下一次这样的比赛 中国能出一个新人 也希望大家能接受新人 到中国来比赛 不要老以为 怎么瓦尔德那儿 怎么萨姆索洛夫 我们就要看就看这种 实际上 我们一些年轻的选手 都非常好的 尤其欧洲 还有很多这样的选手 谢谢前国家队总教练 许超发先生的评论 现在刘国正是7比2领先 今天刘国正打得确实不错 应该讲 因为最近老先生 说他是处在一个低调状态当中 实际上我今天看 他的情况主要是调整好了 他还是非常好的一个优秀 因为他经过大赛的一种考验 现在场上比分是10比2 现在刘国正发球 这样刘国正就以11比2 体得了第五局比赛的胜利 从而以3比2战胜了波尔 这样中国乒乓球队就以4比1战胜了世界明星联队 我们有请湖北省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 湖北省委常委张昌尔同志 为本次比赛颁奖 同时我们有请大赛组委会主任 湖北省体育局局长肖爱山同志 中国卡普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玉萍先生 为本次大赛获胜的中国队 颁发科普纪念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